中国花巨资,换取全面停战,中美贸易摩擦达成休战,共识美财政部长姆努钦,12月3日表示对这次中美达成的贸易协议,保持乐观态度。 他认为,这与中国做出的让步有关。 同时他还透露了中美在习特会上做出了额外承诺,就是以1.2万亿美元购买美国商品。 美财政部长姆努钦,12月3日表示美国对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 因为中国在几个重要议题上做出让步的承诺,姆努钦,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表示,这是美国第一次得到中国做出的承诺,这将是一个真正的协议。 我们将把此变成一个真正的协议。 对此,我充满希望姆努钦表示,中美在谈判桌上还做出了另外1.2万亿美元,约合8万亿人民币,的承诺但有关细节,需要双方磋商。 这不仅是买美国或者是,官向美国公司开放市场,保护美国技术对特朗普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结构问题。 姆努钦,希望中国信守诺言,并指出,中国必须要做出实实在在的进展。 特朗普政府,不再会忍受中国的拖延。 安徽网络作家吕千荣,认为中美两国在90-10天内,能否达成协议中国的因素很大。 中美贸易战能不能化解? 关键,在中国能否进行体制性变革开放市场经济? 关于中美贸易战,暂停三个月90天,我认为是好事。 中国如,果个美国对抗到底中国将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裁为堵。 中国经济将会全面崩溃。 清华大学前政治学系讲师吴强认为, 这8万亿元人民币1月2日万亿美元,是中国换取美国90天缓冲期所付出的代价,但是否会兑现? 则要看中美两国贸易谈判的后续发展,这1.2万亿美元的贸易进口承诺是中国的以延缓90天或者说,美国不增加关税的一个重要条件。 现在能够看到中方的承诺,一个是1.2万亿美元,另一个是进行结构性改革。 都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虽然中国答应立即兑现,但是目前我们没有任何具体的清单可以看到。 我相信这是中国一贯的谈判策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六、12月1日,在阿根廷举行两个半小时的会晤,双方达成贸易战,暂时停火。 90天的共识中方,同意大量采购美国商品,以及立即就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被关税壁垒,网络入侵和网络盗窃,服务和农业等方面的结构改革展开谈判。 特朗普在周一凌晨发推文说,北京已同意,降低对美国汽车的关税。 当天,美国财长姆努钦及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一表示,中国已同意降低美国汽车关税。 中国自7月1日起,调降美国汽车整车及零组件的进口关税。 其中进口汽车税率从25%调至15%,百分号后因美国对500亿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 中国对美国汽车的关税提高至40%。 不过库德洛并未说明中国何时会降低,对美国的汽车关税以及会降到什么程度,中国国内经济比贸易战更为严峻。 北京经济学者胡星斗表示,美中就贸易问题,能否达成协议,关键,在明年明年的外贸形势,肯定更加严峻。 一方面取决于国内的改革开放的力度。 另一方面,受到全球经济滑坡的影响,最主要的还是受中国国内经济的影响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其实还是次要的方面,北京外贸部门,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人士称, 中国一个贸易代表团最快本月下旬启程,前往美国就贸易问题,与美方展开实质性谈判。 其中涉及到美国最关心的企业结构改革等问题。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中方最高贸易谈判代表将由刘鹤继续担任刘鹤正考虑未来数星期率领一个30人的代表团, 前往华盛顿库德洛说华福乐意见到磋商一些结构性问题上,包括停止盗窃知识产权、技术转移等有更快的进展。 美国公司将首次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中,占过半数股权库德洛还说,习近平对美国手机芯片制造商,高通收购荷兰同叶恩质普的交易持开放态度。 反映美中将来在企业合并倒股权限制的议题,上会有更多的合作记者乔龙则编狐狸和家人网边, 郭渡相关报道中共体制内汉奸之多少,高薪美中共时孟晚舟案不会影响贸易谈判中美世界领袖之争, 谁是坏蛋世界贸易政策检视会?美中互相抨击民主沙龙。 2018年12月18日,美国检方孟晚舟暗有证据。 原对习近平寄予厚望的毛左,现在痛斥他内残外人高薪, 中国热评,孟晚舟事件走向分析美方如何反制中国入侵万豪。 2018年12月14日,美国怎么给美中贸易协议装上牙齿? 美中贸易占中国商品转口闭关税评论,零添加评论打印分享电邮同步。 广播库新疆大规模转移穆斯林集中营千甘肃国际刑警组织。 主席孟宏伟接受调查,山东上千老兵维权与警激烈冲突。 新疆镇压死亡镇杀人如麻,为何范冰冰不用坐牢? 中国最高检要求,严惩侵害幼儿园儿童犯罪,联系我们点滴的书页馆。 妈妈的鬼门关中国最高检,要求各机关严惩侵害儿童犯罪习近平为何对文革? 请有读中高薪编辑,推荐民主沙龙,2018年12月18日。 您好吗? 按摩托民主沙龙,2018年12月1日。 您好? 您好看!